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继续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如何做视频 今天继续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如何做一个有意思的视频 有看点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YouTube的一个网站 看很多人因为做短视频赚到了钱 至于多少钱肯定不少 你看这个播放量700多万 这30多万15万这里50多万126万 看一下这些多少美元我们都不好去计算了 肯定是挣的非常非常的多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制作一部高播放高点赞的短视频呢 今天小鱼儿就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再来做一部有意思的短片 当然小鱼儿教的方法都很简单 大家都能够学的会的 喜欢小鱼儿记得一定要订阅小鱼儿 我会不定时的给大家更新视频 小鱼儿做视频都不是靠自己想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都是你看AI到处都是AI 这些好多好多的视频 其实都靠的都是AI做出来的 我们也要让AI带我们一起飞 我今天使用的工具呢 就稍微要多一些了 今天呢 往期的视频都是这个图片 都是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它是不动的 今天小鱼儿让这个图片动起来了 等会就给大家看一下 同样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 GPT啊 GPT GPT 现在在升级啊 越来越牛逼 越来越厉害了 大家可以 关注一下这个GPT啊 要 GPT还不太会使用的 大家可以看我往期的视频啊 有 如何使用GPT啊 包括 包括GPT怎么样 该怎么样 建立一个聊天室这些啊 之前都有教程分享 我这个视频的一个主要 主要的一个故事 还是靠这个GPT文案 全都是GPT写出来的 今天我是想做一个 也是一个悬疑片 一个警匪啊 比较有看点的一个短视频 用到的第二款工具呢 就是我们的雷埃拉朵 雷埃拉朵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它呢是每天有免费的150个点 给我们去生成图片啊 普通人用几乎就够了 差不多就够了 还用了一些插件啊 它的名字呢 就叫Pika 这个是一个专门让图片 动起来的一个一个APP 最后用到的还是我们的简印啊 简印最后是王炸 就是靠它来出片的啊 我们首先来开始第一步吧 第一步 让我们的GPT 帮我们想好一个文案啊 我这边就让他帮我写了一个 我看一下 聊天室 我是专门拿来创作故事的 我就让他直接给我写个故事 他就一次性就写到位了 我又没有让他再重新写 同样万能法则 给恰了GPT一个身份 故事创作者 最擅长写作悬疑故事 帮我创作一篇神秘犯罪小故事 这个故事相信这个片子是很有看头的啊 四处八百字以上 开头要吸引人 设置悬念 故事内容要精彩 他写完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短片有点长了啊 我就让他再帮我这里 让他帮我再说短一点 后来说的很短啊 情节很短啊 但是短归短 但是他的内容还是都是在的啊 又让他帮我设置了几个场景啊 这个场景是拿来干什么的呢 看过小鱼儿 往期视频的都知道啊 这个场景拿来去绘图的啊 这里就说我们把它复制 我这边复制粘贴一下 这里是中文 我这边用的一款插件 专门翻译成英文的 翻译好了之后 我直接把它粘贴到我们的雷亚拉多 来看一下最顶上这里啊 我今天的150积分 已经用的只剩66了 粘贴到这里 增程 我这边的话 很多图片我都已经做好了 我一会儿的话 就不一一给大家展示了 我就展示一组图片啊 这样也节约大家的时间 我这边就这下载一张吧 点击这个下载啊 雷亚拉多的这个教材我也是 这个教程我也是发过的 第三个工具就用到了我们的Pika 这个工具真的非常牛哈 之前也分享过教程 大家看一下可以 它是一个让图片动起来的一个 在线工具啊 它同样也是在这个 discord里面啊 就跟我们的mejourney是一样的 这边打个斜杠 点第一个 点一个图片啊 我们要添加一个图片进去 我看一下刚才的那张图片在哪里 我再看一下这个 它是我们看到图片上面有些什么 有人物还有天空啊 我就说让让这个人物走起来 让这个闪电也动起来 这边我们就把它粘贴到这个 这个里面来把这个提示语加进去 那它就开始给我们生成了 自己的话稍微要等两分钟 给大家先看一下吧 我上面的 刚才我已经让它帮我做好的 这个是下雨天啊 这个雨水动起来 本身它是一张镜子的图片 这个房间也是一样 这个门也动起来了 看一下 这个房间动起来了 这个人也动起来了 效果还不错 就一张图片 这人也动起来了 非常的真实 这个眼睛动了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来拉多的话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这上面可以选模型的 这里大家可以来到它的主页 看下这上面的模型可以挑选 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选哪一个模型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点这个 点进来 这旁边就是一些参数 这里你要几张 这个图片你要生成几张都可以选 这是我们的一个积分 再往下拉的话 这是一个图片的一个尺寸 这里一个长宽笔 可以调整 可以拉的高一点 图片会更清晰 但是也不要过于太高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生成好 可以了 闪电动起来了 没有 这个闪电刚才动起来了 人物也动起来 头发也动起来了 不错不错 好这张图片我把它保存 好我们的小视频有了 我们就简简简单单的把一张图片变成了一个小视频 看一下 它就不是一张镜子的图片了 我们就让图片动起来了 那我们这个故事讲起来可能就会更有意思了 找到我的文本 找到我的写的这个故事 这时候就要用到我们的简印了 把它放大来 这里文字成片 跟手机板是一样的 直接把我们的粘贴到里面 生成视频 智能匹配素材 使用本地素材 我们智能匹配一下吧 如果一会有人用的就用 不能用我们就把它替换 今天小鱼儿是教大家如何用这个电脑来制作一个视频 没有用手机来操作 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简印 我们同样点文字成片 把我们刚才的故事内容 故事文案 连贴到这里 这后面有一句多余的话把它删掉 生成视频 这里如果说不想 不想做素材的 就用它的智能匹配素材 我这边刚才有做视频的话 我就用自己的吧 OK了 视频好了 深夜的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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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打着车窗 我们把素材换一下 我刚才把它里面音乐删除了 这次我们要上传一下素材了 导入 素材都添加进去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深夜的雨滴 敲打着车窗 我坐在警衬里 等待着接下来的事情 我是一名刑警 今晚我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对方只说来第五大道的马尔多纳公寓 马尔多纳公寓是一个破旧的住宅去 我曾经多次路过这里 我停好警车走入公寓 根据电话中的信息 我找到了那个房间 我轻轻打开房门 房间内只有微弱的灯光 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陌生人 坐在房间的一侧 他手中握着文件架 见到我后 他揭开面具 露出充满皱纹的脸 焦虑的眼神看着我 说我来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因为我知道太多了 他还为舒婉一阵枪声 打破了夜吻的宁静 窗户玻璃破碎 我和陌生人躲在房间角落 一群身穿黑衣的人闯了进来 他们开始搜查房间 陌生人呼吸急促 握住一道房间一角的通风口 示意他跟我来 我们悄悄爬进通风口 躲过搜查者 这是一次生死邀关的逃亡 我们逃出公寓 来到屋顶 远方 警车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 我决定先送陌生人到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场政府与犯罪组织的较量 而我和这位陌生人恰好处于风暴中心 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还不错 朋友们赶紧去做起来吧 用我们的AI工具 分分钟制作出我们的短视频 相信你们也会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 小鱼儿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想看小鱼儿其他的教程 关于AI也好 写作也好 还有怎么样做短视频 往期视频都有给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去看我以前的一些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